有些人不放了才温暖 离开了才不和我 早应该跟手 像当今一个人带小孩的辛苦 他懂我的这些部分的辛苦 所以我就有一点感动 蚂蚁在去年中结束和王轩人的9年婚姻后 就积极在台湾付出工作 现在蚂蚁的人生终于告别法庭上的长期 逐渐恢复顺行 蚂蚁透露 但台湾还是不少节目邀约 时间允许他也会试着尽量飞来工作 目前他把做一个好妈妈当成首要目标 也已经在日本考到保姆证照 可以正式从事这份职业 根据名嘴在节目中重述 蚂蚁婚姻在第四年就已经变职 当时王轩人一次外遇经常不在家 找不到王轩人的蚂蚁 大半时间都独守空归 后期王轩人更是蚂蚁的家人到台湾 王轩人也不愿出面接待 冷暴力伤透了他的心 于是下令决心定居日本 那时王家给予蚂蚁没儿子的金元圈内有传过 其实没有外界意味着那么优渥 包括传阿公在金尊咕咕坠地时的 8888万超大红包 还有考养国海来谈饼等等 也跟实际状况有所出入 只是当时蚂蚁有口难言 尤其谈离婚条件时 王轩人还以自己是普通上班族的说法 包括孩子的学费等等 只愿意付蚂蚁每个月6万元台币左右的山养费 一来一往之间讨价还价 清楚连买藏啊 连法官都看不下去 官司中蚂蚁心寒诉苦 只想顺利离婚 这趟豪门婚姻 无论前后 蚂蚁都走得格外艰辛 如今蚂蚁退去豪门媳妇的身份 反而更加自在 至于是否会恨王轩人 蚂蚁也只是淡淡地说道 外界也虽将蚂蚁视为豪门媳之一 但有人表示蚂蚁就是个普通的女生 婚后没有过着所谓的贵妇生活 没想到婚结不久就遭气 离婚后比对另个前妻李晶晶 禁语大不相同 仅能一人持续挑起单亲妈妈的重担 不过 起码王轩人不会把YSL穿得像XL就是了 双晶一条 双晶一条 对